大家好,我是王炳芬 我讲个风格是只讲干活不说废话 之前我们讲了人水的含义 也讲了人水跟其他的天干地址的关系 之前我们来讲一下人水有哪些象征含义 这些象征含义它是我们周易的一个基础 它不光是用在命理学当中 其实也可以用在我们所谓的这种六摇啊 七门当中都是可以能够用到的 当然八字它也有取向的一些概念 比如说能够断一些你的生活环境 一些流年的一些具体的世界 首先来说从天文的角度来讲 银它就可以代表银河 代表疾风暴雨 代表天王星 这种它往往是断一些这种国家的大事 或者是一些风水的概念 那么地理上它就代表这种河川湖泊沟渠 风水的这个来龙 隧道泉水地下铁 大家一样注意啊 这个地下铁 它往往是用人水来带铁的 因为地下铁虽然是铁的 但是它是流动的 流动的为水 另外呢 风水的这个来龙 它是龙 龙就是跟水有关的 它也是用人水来表示的 另外呢 从人物的角度来讲 它自然跟水有关了 跟水有关的那些人有什么 比如说这是一个水手 这是一个船夫 另外它是跑动的就是骑兵 那么三姑六婆 那么你的亲戚都是女性 女性就是为水 也代表孕妇 因为孕妇就是怀孕嘛 肚子有养水 是吧 也代表奶妈 奶妈有奶水 然后水酒白色 所以代表白衣人 这种在骑门里面经常出现 代表盗贼 为什么它是跟这个 盗贼有关呢 这个就是跟骑门 骑门我们起挂的时候 他会看这种人水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其他的这种心的配合 来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的人 那么在骑门当中经常会看到 这个沾这个贼 沾贼必来 就是这个意思 另外呢 从性情的角度来看水 水代表什么流动性 代表圆滑 水主治也代表聪明 但是水过忘了 就是代表荒饮无耻 代表浮饭 就是飘着 飘着不落地 水也流着特别花花的流 是吧 它也代表爽快 另外呢 人水 有非常成的变通能力 遇到逢山开路 是吧 月水大桥 我们知道 所以说遇到它会绕着走 所以说代表容忍 也代表外柔内刚 水就是外柔内刚的 这是老子非常推崇水的原因 咱们从身体的看 那么水主肾脏泌尿系统 所以说就代表这种旁观 疏软管 另外水流动 它是一种管道 所以说跟管道相关的 比如说疏筋管 疏软管 疏尿管 血管 淋巴 这种乳腺 都是相关的 那么乳腺的话 比如说 它是储藏的奶水 是吧 所以说它也是跟人水有关的 另外从器物的角度来讲 比如说我们在取像的时候 冰箱 冰箱虽然它是用电的 是吧 用电的 它外表也是铁大清水的 但是它本质上的作用是干什么呢 作用是冷藏保鲜的 这就是水的作用 水酒寒嘛 就是冰箱 冷气机 是吧 就是空调 那么舟 饮水机 水管 吸管 乳品 饮料 都是跟人水有关的 从事物的角度来看 水是流动的 是吧 就是交通运输啊 稻船啊 水利工程啊 消防 消防也是喷水的 环保 环保主要的就是对水的保护 是吧 这种冷冻业 还有廉政 廉政我们说不是说 连如水嘛 是吧 像清水一样连结 是吧 所以说它都是跟水有关的 那么人水的这些取向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都是没有的 就一个人水 可能它代表银河 代表天王星 然后呢 对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组织架构的完善 那么人水也有了更多的含义 比如你去断人体的话 人水代表什么 你去断一个人的时候 人水代表什么 或者一件事的时候 人水代表什么 它都有不同的含义 好了 这节课关于这个问题的分析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